本节目由牛拜网赞助播出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 现在我们再把焦点转到这个俄乌战场上 因为在乌克兰有一些地方不是在打仗吗 那乌东的某些地区就被俄军给占领了 那么在这个地区的一些俄军占领的地方 俄罗斯方面就带走了一些青少年或者是儿童 学校里边的学童从七岁到十几岁的都有 那么这个事情引起了国际媒体的关注 以及国际社会的关注 在三月份的时候 其实国际法庭还专门因为这件事情 把俄罗斯的总统普京 还有下面的一个负责儿童和妇女事务的 一个女性的官员两个人被宣判为叫做战争罪犯 就是因为他们带走了或者侵犯了儿童的利益 所以今天我们就稍微的讲一下 因为纽约时报有篇文章就是说 乌克兰的某一些母亲 他们在一些慈善机构的帮助之下 就是跑到俄罗斯的占领地或者是俄罗斯的境内 把他们的孩子带回到乌克兰的这样的一些经历 刚刚才说到中立这个话题 这个话题就比较麻烦了 这个话题就是看看你是站在谁的角度说了 你要是站在西方或者国际刑事法庭的角度说 普廷和那个叫Maria Belova的女性 38岁的女性就犯了反人道罪和犯了绑架罪 他们有具体的 这个在国际法庭上已经缺席审判 而且已经定罪了 这就意味着什么呢 这就意味着这两个人 一个是总统 一个是俄罗斯的 他们叫做儿童权力委员会的主席 这两个人就不能去欧洲的任何国家 只要他们去的话马上逮捕 他们也不能去非洲的很多的国家 而且如果有一天 普典他要是下台的话 然后新上台的那一帮人 如果想整他的话 就立刻把他押送到海牙国际法庭 那么那就开始审理了 这个情况不是没发生过 之前的南斯拉夫的总统 Slobner Milosevic 他就是这样啊 下台了以后就被送到法庭 就国际战犯审判 当然没来得及 判决的死了 这就算了 那也就 那另外接着 大家会看到一个报道 就是苏丹的前总统 叫Omar Al-Bashir 接下来他会被送到海牙去 进行审判 他那边犯罪犯的大了 所以这就是一个 看你站在哪边 你要是站在这边呢 你看 你可以说普典他犯了 叫做种族灭绝罪 为什么呢 因为他试图消灭 乌克兰的叫民族自我 就是整个把这个消除 没有这一地方叫乌克兰 它是我们大俄罗斯的一部分 那你这不是 消灭了人的民族性吗 那这个叫做种族灭绝罪 但是国际刑事法庭 没有对这个进行起诉 这个比较难以证明 你可以说的是反人倒罪 或者是对平民进行侵犯 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轰炸机 没有炸死平民吗 你的士兵没有杀死平民吗 有 那平民死亡 这个就是反人倒罪 他国际犯罪法庭 也没有对他进行这个 因为这个会比较 旷日时有很大 等着战争结束以后 咱们再算账 为什么拿出这孩子呢 因为是俄罗斯承认了 它的媒体 包括刚才说的 Maria Levova Belova 这个女性呢 她们都承认 拿走了 一万六千名乌克兰的孩子 好 那么这话说到这儿就停 咱们就是把西方的这个放在一边 咱们回到俄罗斯这边 站在她的角度说这个话 她问我怎么错了 那些孩子是不是孤儿院里的呢 是 是 有一些 乌克兰有没有一个地方 有没有很多地方叫做孤儿院 当然有 他们去占领了以后 他们把这些孩子接回到了 比如说俄军占领的俄罗斯 这个乌克兰的一些地方 或者拿回到了俄罗斯去 给他们好吃好喝 让他们过上幸福的日子 这个我们是站在她脚 我这怎么错了 怎么就犯罪了呢 这个女的38岁的 Maria Levova Belova 她自己38岁啊 9个孩子 5个是亲生的 4个是领养的 同时她还有13个寄养的孩子 在这次俄罗斯跟乌克兰战争当中 她又领养了一个15岁的男孩子 现在她就等于是10个孩子的妈了 在俄罗斯这个人是个 楷模啊 这是一个有爱心的人啊 那咱们就看看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俄罗斯 我们之前讲过 拿走了一些乌克兰的囚犯 他现在拿他的孩子干什么 这个里面有的说了 对 这里边呢就是 俄罗斯方面是说 我想让这些孩子免受战争的 这个 就是比如说 战火的 在打仗的时候 那孩子安全很重要啊 那我怎么错了 对 他就说那我没错 我这叫做人道主义行动 是啊 另外一方面说 你这个是叫做违背孩子的意愿 就是进行绑架了 这个 所以这个 官司现在 不叫有的打 现在国际法院已经发出逮捕令了 这个已经采取完了 选完了这个事 好 那我们就看几个具体的例子吧 比如说在去年秋天的时候 俄罗斯军队 进驻到 乌克兰东部的一个城市 然后呢 就把其中的一个学校里边的一些孩子 十来岁的孩子呢 就送上汽车以后呢 就带走了 那有的地方呢 是告诉父母亲说 我们这儿马上要打仗 这是前线 你们的孩子呢 我们现在送到 比如说克里米亚 送到这个离乌克兰比较近的这些地方呢 克里米亚原来就是乌克兰的 就在乌克兰的旁边 所以到那些地方去呢 去下令营 然后呢 我保证两个星期之后 下令营完了以后 这儿战争大概也差不多 打得差不多了 安全的情况之下呢 我再把你的孩子送回来 就没有想到 在两个星期之后 双方全面开战 开战以后 那就是 这个孩子的那个学校 或者下令营的地方 是俄罗斯的地盘 这些父母亲待的地方呢 是乌克兰的地盘 那双方之间一打仗 那这个整个的边界关掉了 在关掉边界的情况之下 原来的说两个星期之后 下令营结束要送回来的孩子 那就送不回来了 所以这就出现问题了 你比如说有个叫做Natalia 她的这个儿子15岁在学校里边 有一天就是去年九月份的时候 去年秋天的时候吧 被这个俄罗斯的军队带走了 从学校里边 这时候呢 她不知道这个儿子到哪去了 然后战火纷飞 然后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母亲想要去找去也找不着了 学校也遭到轰炸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妈就这个儿子丢了 她到那个乌克兰局报失了 说我的儿子失踪了 就后来几天之后 她儿子呢 借了老师的手机 打了个电话给她妈 说我现在 我们现在在哪哪哪 她儿子叫Artem 她说我们现在被运到了 在就是俄罗斯占领的 那个乌克兰的一个地方的 一个学校里边 技术学校里边 我们现在在这儿呢 你赶快来接我来吧 她妈说行 但是要等到那个战火停下来以后 我才能去接你 现在我过不去呀 没办法 后来呢 她大概又过了几个月 听说她旁边有个邻居 在一个慈善组织的帮助之下呢 去乌克兰的地方 把她的儿子给借回来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她又联系了 十来个其他的母亲 然后也辗转三千里 其实很近 但是因为这儿过不去 所以他们必须要经过波兰 白俄罗斯 然后进入到那个 俄罗斯的领土里边 进入到这个什么 克里米亚这些地方 然后把孩子接了以后 原路再返回 绕了一个大圈 欢迎去收听 由中讯和高宁为你 主持的今日话题 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 是乌克兰的一些儿童 青少年被带到俄罗斯占领区去 或者带到俄罗斯去 那么带去以后的这个情况 这些孩子被带去以后 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 大部分的人 是可以和自己的家人通电话 告诉自己的父母亲 他们在哪儿 现在情况怎么样 然后基本上是 俄罗斯方面是说 他们官方的是这么说 说六个月之内 父母亲可以来把孩子接走 但是超过六个月以后 那就假设这个孩子的父母亲 等于是遗弃了这个孩子了 所以这个孩子 就会被俄罗斯的家庭 要么就领养 要么就是收养 基本上就是这样 那就变成俄罗斯的公民了 以后就变成这样的一个情况 照理说父母亲都可以去 到俄罗斯去领区 而且必须要亲自去 但为什么这儿说的都是母亲呢 原因是这样子的 乌克兰现在有个规定 就是凡是服兵役年龄的 恨不得是16岁到60岁之间的这个男性 都不能离开乌克兰 都必须随时 但是像这些孩子七八岁十几岁 他的爸爸不可能60嘛 没错没错 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 那就只好妈妈出了 妈妈去领去了 原因是妈妈不受限制 所以这个就是这样 但是有好多人都没有领回来 只有到目前说是只有三五百人领回来了 为什么呢 因为绝大多数的乌克兰的这些家庭啊 他没有这个钱 没有这个办法辗转什么两三千里 然后去到那个俄罗斯里头 再把这个孩子领回来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问题 这就是为什么刚才说 有一些慈善机构就资助这些母亲呢 去长途跋涉领孩子去 那当然这种报道呢 也是让我们看到了战争的一面 这一面呢 常常是在报道战争的时候 不怎么说的 就像之前说 俄罗斯把乌克兰的一些杀人犯带走 强暴犯带走 一样 这些东西呢 它是战争的一个副产品吧 那孩子呢 当然就比刚才说那些杀人犯 要更让人瞩目了 要不让亲骨肉分离 这个东西确实是能够牵动全球人的心 因为人的作为母性也好 人的本性当中 这一部分是占据很重要的地位的 可是呢 从这个报道的自理行间 你也看到 这个里面有一些乌克兰的母亲 尤其这些被带走的孩子的家庭呢 是很穷困的 是在一些村庄里面 所以在接受访问的时候 他们说 充满了负罪感 是有的是他们把孩子让他们带走的 这个你也得承认 不能是因为这个战争 是一方被谴责 那他的什么东西 我们都是邪恶的 都是坏的 因为从刚才说的俄罗斯说 我没有男的呀 你随时来拿走啊 我没有劫持啊 我没有什么 而且确实是 刚才说的 也是被国际刑法起诉的 这个马利亚也是这样啊 他就是说 我的孩子已经送走了好多了 但是你不要忘了 在我这期间 我是好吃好喝的 确实是对他们 无微不至的关怀 然后你只要是 他现在在发表的声明 只要任何的父母 或者是监护人 你能够证明 你跟这个孩子是这个关系的话 立刻拿走 所以这是他们这方面的这么一个姿态 所以呢 现在到底是真相何在 我们不知道 但是我们知道的是 有一些被拆散的家庭 他们的母亲的确是经历了千辛万苦 把这些孩子找到 今天也没有时间了 其中还有一个很感人的 就是有一个母亲 她的儿子16岁 是个自闭症啊 根本不会讲话 结果现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 母女的分离以后 等他们再相见的时候 她说我这个孩子 已经不是说不会讲话 她这个智力已经大幅度下降了 她已经比之前的情况 还要遭很多 所以这个就是现在 经过了一年的战争以后呢 我们看到的 在这个地区出现的情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